捐刺器清楚拍下 漁港旁上演追逐站 其中一名黑衣男子 手上舉著一把槍 狂追 外舉一攻 後來又出現一名男子 手拿著木棍 一前一後追人 穿梭在車陣中 我只有看到他們人 已經在那邊聚集了 在聚集 對 是外老嗎 我看那時候他們人 進來的時候 我是沒有注意是外老還台灣人 隨後駕駛和同車的友人 竟然持著空氣槍威嚇 還拿出木棒做事要攻擊 兩名漁工情急之下 躲進了附近的修船廠內 但追逐的過程中 持槍的駕駛不慎把槍枝 遺留在現場 被民眾發現報警處理 你都不知道 對 你都不知道 人家會來追你嗎 兩個人就 台灣人我挺這樣啊 台灣人在追他們 對 就在悶了 北鎖魚22日下午 破爆門修船廠 遺落疑似槍枝日比 警方到場初步研判為 畏懼殺傷力之瓦斯槍 據現場兩名外籍男子表示 因行車糾紛 遭兩名男子持該瓦斯槍 及棍棒追打 並非旁人所述持長表槍攻擊 且並未受傷 警方目前已鎖定車輛 並掌握涉案人員 積極查氣中 警方趕到現場 將槍枝送交鑑定 初步研判是空氣槍 沒有殺傷力 索性兩名外籍漁工 也沒有受傷 警方正調閱附近的 周邊監視器 以車追人 全力追棄當中 記者黃紹明 記者黃紹明